大家好,这里是宋世新宇,今天自然杂志发表了中国昆明理工大学的一篇论文 这个论文的预印版实际上是发表在2023年的8月9号 实际上有两个版本V2,一个是在8月9号的,一个是8月26号的修订版 正刊发表时间就是今天,2023年的11月30号 我们前面讲过,垂LK99的论文会不断的出现 和预印版的比例大概就是10比1 现在看起来基本上是这样的 一座是昆明理工大学计算物理与应用团队的白化博士 也是发表过顶刊的 曾经发表过在二维单制中存在铁电性方面取得重要研究进展的Nature论文 白化本科是毕业于浙大物理区 2013年9月在浙江大学物理系凝聚在物理专业的公读博士学位直播 2019年12月在浙大物理系从事博士后工作 2022年的5月就入职昆明理工大学的理学院 那正式论文是增加了两个作者 一个作者是昆明理工大学的 另外一个就是中科院物理所国家凝聚态实验室的五名刘 刘五名教授,这是超导的大佬 他是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演员员,博生导师 也是973项目首席的科学家 物理所的凝聚态与材料计算实验室的副主任 一说起中科院,大家就想起不久前的中科院更名的通知 当时文件要求,所有的CAS的机构都不能再说中科院了 而是要说中国科学院五个字,正式发文的时候 但是我们老百姓还是改不过来这个口,是吧 就跟那个二十多年前吧,我记得CCTV发过通告 说Internet在中国就叫英特网了 不能叫互联网,国际互联网啥的不行啊 都不能这么叫了 现在呢,你要是问个90后00后 你知道啥叫英特网吗 他们就会疑惑的问你,是不是炒弊的呀 言归正传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预印版的论文 预印版的这个论文啊 和这个正式版论文呢 标题呢是不一样的啊 我们看一下 那个 预印版论文标题叫 LK99的铁磁态机态和自选轨道偶合 效应诱导的代息的开启 那 Nature的论文呢 是叫自选轨道偶合 诱导同掺杂千连灰时中的半导体性 哎,名字改了 第一个标题呢 是侧重于代息的开启 第二个标题呢 更明确表达了啊 就是半导体性 这两篇论文啊 一个是预印版的 一个是正式发表的啊 经过比较呢 这两篇论文在主要内容和结论上是基本一致的 没有什么重大不同 主要讲了呢 以下几点内容啊 第一个就是计算了同掺杂千连灰时啊 这两种稳定结构 就是LK991和LK992 发现呢 LK992更稳定 这个图上大家能看到这字吧 再一个呢 就是考虑了自选轨道的偶合效应啊 发现它在这个同掺杂千连灰时中啊 是不可忽略的 那第三个呢 就是如果不考虑自选轨道的偶合效应啊 那计算结果表明的这个LK99是金属 有两个平坦能带 而考虑了自选轨道的偶效应之后呢 计算结果就表明它是半导体 在铁字态下呢 它是间接代息的半导体 导带呢 是极窄的这种平坦能带 那通过这个电子掺杂 可以使它呢 再次变为金属 并在费米能基附近呢 有极窄的这个平坦能带 那上面提到的这个LK991和LK992呢 就是同掺杂千连灰时 这个化合物的两种的稳定的结构啊 就论文中的图啊 看得很清楚 这两者的区别在哪呢 就是氧原子的位置不同 那在LK991中啊 就这个图啊 氧原子呢 位于结构图的这个 就是所示这个这个位置啊 这氧原子大家看到了吗 啊 就是这个这个颜色的啊 这个叫红色吧 在LK992中呢 氧原子呢 位于这个位置啊 再一个就是稳定性不同啊 计算的总能表明啊 LK992的总能要比LK991的总能低啊 0.26啊 电子伏特就铁磁态和0.21的电子伏特是非磁态 所以LK992的结构是更加稳定 再一个就是对称性不同 LK991的空间群为P3 是三方精细 LK992的空间群也是P3 在电子结构上的也有细微不同 那根据能带结构计算啊 两个结构在考虑到自旋轨道偶合前后啊 都存在细微的差异 但这不影响他们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共同的结论 总的来说呢就是LK991和LK992啊 仅仅是在氧原子的位置上和细节上也是有差异的 LK992呢是这两种结构中啊 相对更稳定的那种 那研究呢主要就关注了LK992 但这两种结构啊 对主要结论的影响是不大的 当然了正式发表的论文呢 和预印版呢也有一些小的不同啊 主要就在于正式发表的论文呢 他额外考虑到了这个抗磁态啊 就发现在某种这个反铁磁配置下呢 他是直接带系的半导体 给出了更多不同的这个 哈伯优质下的这个计算结果 也包含了计算细节啊 和一些知识性的数据 所以正式发表的论文呢 是增加了一位这个合作者嘛 就是刘教授啊 但是他们的基本内容和结论是一致的啊 那论文啊 对于LK99是否是超导 并没有给出断然的否定 当然了 在当前研究的就是半导体嘛 那就不是超导了 因为仅仅通过计算电子结构 是不能判断一个化合物是否超导的啊 即使他计算中存在费米能基附近的 这个平坦能带 也不意味着他必定是或不是超导体 再一个就是论文啊 通过考虑这个自旋轨道的这个偶合效应啊 解释了之前理论计算和实验结果不一致的原因 也就是说LK99应该是半导体 而不是金属 这和一些实验结果是一致的 那通过掺杂呀 就可以是再次是LK99的金属化 并在费米能基 出现极窄的这个平坦的能带 就这就有利于提高啊 关键的这个超导的关键TC的温度 但是呢 你还不足以判断他就是否超导 那结论的啊 我们看一下结论部分的这个完整的翻译啊 我们的第一性原理计算表明啊 在同掺杂千灵回事中的自旋轨道偶合效应啊 是不可忽略的 如果不考虑自旋轨道的偶合效应啊 虽然计算可以得到费米能及的平坦能带 但这结果呢 并不严谨啊 也有一些实验结果的不符 我们的计算表明啊 一旦考虑了自旋轨道的偶合效应 那带锡被打开 就使得LK99啊 成为一个带锡为292毫电子伏特的 这么一个间接带锡的半导体 而且具有平坦的导弹 就在铁字态下 经过每单元报 0.5亿的电子掺杂 它变成金属 在费米能及附近呢 具有宽度仅为25毫电子伏特的平坦能带 而在某种反铁自配置下 这个LK99呢 是一种带锡为300毫电子伏特的 直接的带锡半导体 所以我们的计算结果呢 为之前的一些实验和理论工作呀 它的不一致提供了可能的解释 就弥补了之前理论工作的不足 指出了LK99的理论研究中 考虑自宣轨道偶合效应的重要性 也为实际工作呢 提供一些建议 此外呢 我们的工作呢 还为LK99作为磁性窄带系的半导体的潜在应用 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 这是论文的结论啊 那既然是正式发表啊 而且是在Nature上 就是说明啊 这个主流研究是认可这种半导体说法的 的半导体性啊 Semiconductivity啊 换言之呢 LK99发现了一种新的半导体 这个是成立的 那内容中啊 也明确写到了考虑自宣轨道偶合效应后啊 计算表明它是半导体 而不是之前认为的金属 这和部分的实验结果是一致的 那虽然通过掺杂 可以使它再次变为金属 出现这个极窄的拼弹能带 但关于是否是超导 作者呢 是并没有下定论 所以从整体来看呢 作者主要表达的这个观点就是呢 同掺杂千灵灰时啊 这LK99应当是半导体 那之前就忽略了自宣轨道偶合效应 导致理论和实验不符的问题 所以啊 这两篇论文的就预印版和正式版的结论就是 LK99是半导体 而不是超导体 所以论文啊 就在其中的是认真的啊 推导了LK99是半导体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在不考虑这个自宣轨道偶合的情况下 第一性原理呢 就显示LK99是金属 前面讲过 它的能带结构中存在平坦能带 但是鉴于化合物中啊 存在大量的千原子 所以这个自宣轨道偶合效应是不能忽略的 在考虑了自宣轨道偶合效应之后 重新计算这个能带结构 就发现原来的两个平坦能带的发生了倒转 而且在费米能集附近啊 它就打开了能系 使其能成为间接这种带系的半导体 在不同的这个磁性状态下 算出的这个带系宽度 分别为292毫电子幅的 就是铁磁态下和300毫电子幅的 就某种的抗死状况下 那计算得到的这个半导体性质啊 和最近的一些实验结果是一致的 所以呢 这就是考虑到自宣轨道偶合效应啊 这个论文的核心 第一性原理计算结果呢 是支持LK99展示出的这种半导体的特性 而不是金属或者是超导体 这就解释了 之前的理论和实验结果不符的情况 前面多次提到这个 所谓这个自宣轨道偶合效应 是吧 那什么是自宣轨道偶合效应呢 自宣轨道偶合效应啊 它是原子中的这个电子自宣运动 和它的轨道运动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现象 你可以联解成自转和公转 它反映了轨道运动啊 对电子自宣方向的这个影响 具体来说呢 就是当电子绕着原子核运动的时候呢 从电子的这个参考的这个框架来看 它会感受到原子核运动 而产生一种磁场 而这个磁场呢 和电子自宣磁聚之间呢 就会相互作用 使电子的自宣的方向受到影响 这就是自宣轨道偶合效应 那自宣轨道偶合效应啊 和元素的原子叙述 Z是成正比的 因此啊 在含有重元素的化合物中 这种效应就变得非常的显著 而且重要 比如这篇论文研究的是LK99中 它就含有大量的千元子 所以自宣轨道偶合效应啊 会改变这个固体的电子结构 对能带结构呢 和各种性质都有重要影响 这可能会改变材料的 这个磁性质光学性质 这也是为什么文章 要强调考虑这种效应的原因 而且呢 写进了标题 那论文还讲到啊 原来的两个平台能带 发生了倒转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就是这个图啊 原来啊 在不考虑自宣轨道偶合的 这个计算中啊 结果显示LK99 这两个Flaid Bounce平台能带呢 一个是在费米能积之上 一个是在费米能积之下 但是当考虑了自宣轨道的偶合效应之后啊 重新计算能带结构 就发现原来的两个平台能带呢 发生了相对问质的这个倒转 就是之前 在费米能积上方的这个平台能带的 现在位置降低 变成了费米能积的下方 那之前呢 在费米能积下方的这个平台能带呢 现在位置升高变成了费米能积的上方 在他们这个相对位置倒软的同时啊 那两个平台能带之间 在费米能积附近就打开了一个带锡 一个band gap 这个gap呢 因此啊 原本计算为金属的系统 现在考虑到自宣轨道的偶合效应 就变成了有带锡的半导体了 而且这个带锡是间接带锡 indirect band gap 因为这个架带啊 最大的能量点和导带最小能量点 不是位于相同的V区的这个波式空间点上 所以从上面看出来啊 自小轨道效应 它导致了能带结构呢 发生重大的改变 LK9呢 也就从本来的金属变成了间接带锡的半导体 这就解释了之前理论计算和实验结果不符的原因 那这就是啊 昆明理工大学啊 这篇内尺论文的解读 说实话 昆明理工大学能多次发表顶堪论文啊 估计这位白博士肯定会被重用的啊 这感谢LK99让我们有了这么多新的课题 说到感谢LK99啊 在韩国的这个倒派论坛上啊 可以说是一片的愁云惨淡啊 你看这个这各种帖子啊 最终LK99还是没有出来啊 什么出来啊 其实他指的是APL的论文出来啊 是吧 他指的是这个啊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 因为好多韩国的韭菜啊 在等着这个论文出来 他们股市解套呢 还有呢 讲这个中科院刘华亚同的那篇 锤LK99的论文的 为什么是刘华亚同 看这这都有啊 这好几篇这个帖子 中科院讲刘华亚同的那篇论文啊 也发nature了 我们之前多次讲过 就不太讲了 那篇论文的核心啊 就是崔教授崔宏直和他那两个爱徒啊 能力不够 没有基本的刘华亚同的相变常识 所以啊 我原谅你们不是故意造假 而是能力不够 我们给你们指出来了等等 说实话 这个概率也是有的 但我现在认为还是依然很低啊 当然也有韩国的爱国青年的帖子 你看这个啊 韩国也必须有能够震撼 这个整个世界的东西 你看 你们说这个韩国的爱国青年 他应该是什么颜色的 泡菜颜色的 那不就还是red吗 red red 这个概率能外 是吧 其实啊 这个你们高丽民族啊 震撼世界的东西早就有了 前两年还不时在这个 是吧 咱们吉林的边境上 这个震撼一下呢 是不是啊 在咱们吉林边境几十公里的 那个山里面还制造 人工地震呢 是不是 那还不够震撼世界吗 好吧 这里是宋舍信誉一个 关注科普的频道 如果您看到这了 就请您关注点赞啊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留言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